在近两年的欧洲经济危机中,德国经济一直独秀,开冲奇迹,特别是在2016年初的数据显示,德国2015年的失业率更是创建1992年来的最低值,让世界都为之吃惊,中德两国中小企业差距很大。 众所周知,在德国的经济发展中,机械制造业和汽车业是其两大支柱产业,令人意外的是,撑起德国制造业,德近是一大批中小企业。 并且,德国的商业中,中小企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约占企业总数99%的中小企业,贡献了约54%的增加值,拉动了62%左右的就业,他们才称得上是德国工业和服务业的中间力量。 最为重要的是,德国的中小企业,不仅是在德国企业贡献大,而且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。 据相关数据统计,在2764家中型全球领导企业中,德国就占习47%,与德国的中小企业相比,国内中小企业却还在未生存发愁。 数据写是,国内小微企业死亡率特别高,存活5年以上的企业不到7%,10年以上的企业不到2%,而且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要短得多。 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3.7年,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更是只有2.5年。 德国中小企业称霸全球的五大特点,那么,为什么这些企业具有如此强的国际竞争力?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了这些企业在经营上的五个特点,以经营专业化与地域多元化相结合。 这些企业均会投入全部的资源,确保自己在奉进市场中,取得霸主的地位。 他们认为多元化战略只会分散公司的经历,由于专业化程度高,规模小,因此他们无法获得规模经济。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,他们积极开拓海岸市场,让产品销售到全球,全球化带来的规模效应,足以让公司收回研发投入,并控制住成本,两只关注客户关注的东西。 德国的这些中小型企业,在竞争中,并非养养都求比对手强,他们集中资源,确保公司在顾客最关注的领域做得比对手强。 多数企业认为,顾客最注重的是产品质量,公司贴定顾客的程度,服务,是否节约,员工素质,技术领先性和创新能力。 他们认为自己在前三项其产品质量,公司贴定顾客的程度和服务上的表现极其出色,而在其他四项中,他们认为自己的表现,仅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已。 三家注重技术与贴定客户相结合,他们既不完全封信客户至上原则,也不一味地追求技术,他们将市场和技术视为两个同等重要的驱动力。 而只有少数的大公司,认为市场和技术两种同样重要。 这些企业认为,倘若技术主宰一切,工程师们就会疏远客户,客户将莫受损失,但若让一门尖死铺在客户身上的营销人员独揽大权,又会不利于技术的发展。 理想状态是,让懂技术的人与客户进行密切,平凡的接触和交流,此依靠自身的技术能力。 德国中小企业认为,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进军新市场,解决生产及研发问题,而且相信这样做,能够强化自身的产品知识,并维护公司的市场霸主地位。 德国中小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喜欢制造,而不喜欢购买,无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。 德国中小企业所有者兼管理者,通常与员工生长在同一小镇里,因此,他们间的关系,要比大公司中的老资关系亲密得多。 在这些公司中,罢工和劳资纠纷极其罕见,管理层在处理内部问题,上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比大公司要少得多。 德国中小企业传奇背后的工匠精神,德国这种独特的中小企业传奇背后,与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,企业追求精神都有关系。 一方面,作为作为制造业强国,德国向来注重制造业人才的培养,其双原子职业教育体系,为制造业人员,不断地输送着高质量的人才。 无论是其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注重,还是其教育模式,都值得思索。 有学者曾描述曾参观过的一个工学院,德国斯图加特工程院院长,带我去参观一个德国工学院,大学一年级入学的学生,他们都在车间里面对着图纸做零件,把这些零件装到汽车上去跑,跑完回来再评价多少分。 经过这一轮,再开始学力提及科,理论力学,结构力学,等学科。 所以德国制造的汽车永远是无敌天下,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国内工科教育,对比两者的差距,这种对实践的重视,基础的重视,与我们国家工科教育中的实践对比,注重基础应用能力的对比,相差却是不小。 另一方面,德国的中小企业自身注重技术追求和企业的长远追求,除了国家在制造业教育体系上的注重,德国中小企业本身,他们的企业精神中,也相对比较务实,更注重长远发展,耐工的打造。 他们相对少了一份浮躁,多了一份踏实,下苦工,掌握行业那最顶尖的技术,打造质量最高的产品,是他们始至不均的线条。 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企业,有着拥有历史,把企业做成一份长久的事业耕耘,同时,这些中小企业普遍都拥有较长期的发展战略。 这些追求,无论是技术追求,还是事业追求,以及长远规划的注重,都不亚于优秀的大企业,这实际上也是德国中小企业成功的关键。 这一点,国内中小企业相对缺乏这种务实,是干的精神。 更多一些浮躁,一些企业更甚至不下苦工,不注重内工的打磨,不注重沉淀和积累,更迷信于各种慢先飞的思维,期望于各种速成的概念。 为独缺工匠精神的追求,缺它时,苦工的投入,差距也就拉开了。 通常,德国中小企业的模式,规模不大,但占据行业制高点,获得很高的份额和利润,这点值得国内中小企业学习。 他们注重技术,注重市场,注重拓展,注重员工关系等方面,而这些恰恰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,也值得中国中小企业深思。 关于中科商学研究院,中科商学研究院,简称中科商学院,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盈利商学研究和教育机构,市集商学教育,企业服务,资本链接,资源整合,四位一起的中小企业,成长加速平台和新型智库。 中科商学研究院,2000年开始,和浙江大学合作EMBA研修班,是浙江省第一在进行EMBA培训的专业机构。 全国社科林系统新型智库先进单位,教育部高质量NBA认证专家单位,已经培养了近5000名企业家,产生了50多家上市公司。 出版了十几本企业案例书籍,研究了大量企业发展课题,举办了近百次高层次论坛活动,服务了近万家企业,中科品牌课程,新零售特训营,新营销特训营,新制造特训营,双创EMBA研修班,新经济经营董事长后EMBA研修班,百满企业上市加速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